歡迎回來美國的財政部長 葉倫我們看到他的訪華行程 今天走到哪裡呢 趕快來帶您掌握一下 今天禮拜六就會會晤到副總理和立峰了 今天在晚上的時候 兩人就會一起共進晚餐 那麼葉倫預計會在9號 也就是明天的時候搭機離開 至於我們雖然說看到這一趟 他沒有見到習近平 沒有錯 但是我們看到 難道他有見到了習近平的心腹了嗎 因為他在第二天行程的時候 就已經會晤到李強還有劉鶴 這位劉鶴是誰呢 來 帶大家來一起看到 這個我們看到葉倫除了會見李強之外 也跟習日被稱為經濟沙皇的劉鶴來見面 這個大陸的副總理劉鶴 會不會見葉倫呢 當時是打算問號的 那媒體在那個時候就進一步分析 去印證他的退而不休 因為劉鶴在今年3月的時候 其實是已經卸任掉他的副總理身份了 但是雖然說如此 他還是有一直在參加各種政府相關的 經濟事務的內部會議 也就是說他其實是具有非常高的影響力的 那麼今天呢在這個時候亮相了 也印證呢其實他就是一個退而不休的這個傳聞 繼續在整個大陸的財經領域 甚至說在全球的財經領域 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還有在中美的貿易問題上呢 也是相當的主力了 那麼劉鶴呢目前呢仍然是擔任 中共的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的主任的這個職務 這個職務呢也是一個黨職喔 所以呢他也保留了整個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這個主任的這個身份 同時我們可以看到他跟習近平的關係 其實是相當相當密切了 所以呢葉倫是不是也是見了習近平的心腹 不只是劉後我們看到那李強呢 我們看到李強呢也會悟到了美國的財經長葉倫嘛 他就提到了中美關係風雨過後呢 一定呢是可以見到更多的彩虹 我們先帶您聽一段這個昨天的說法 好可以看出呢他有釋出了一定程度的善意嗎 強調美中關係呢在經歷一個風雨過後 相信未來呢可以見到更多的彩虹 那麼在中國財政部的相關負責人也提到了 現在中美貿易關係本質是互利共贏的貿易戰 脫鉤斷裂呢是沒有贏家的 但是我們看到了美國這一方又是怎麼樣呢 雖然說呢一輪訪錄是持一個友好態度 但是呢他同時也在痛批中國大陸 你不應該制裁美國的企業 認為喔這個中國對於美國企業懲罰性的行動 以及某些關鍵包含一些原料等等的新出口的管制 他說呢中美之間的良性競爭 應該要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上面 希望中方能夠回歸更加市場化的做法 否則我們看到還有一個威脅的感覺 否則將聯合盟友應對中國的不公平的經濟行為 等於進一步是在對中國落狠話 甚至是在威脅的一種感覺 然後我們看到他講了這個重話嘛 所以在整個仿中拜會李強之後呢 葉倫他同時也提到希望美中呢 能夠進行一個良性的競爭 而非贏者全拿的這個角度 那看到了他呢在這個北京的時候批評中國 打壓在華企業 然後剛剛提到擴大可能補貼中企啊等等等等的 證明我們減少依賴中國是對的 但是真的減少依賴中國是對的嗎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提到 那我們看到他其實這種兩面手法也讓中國覺得很問號啊 中國智慧就說我 當然大陸呢不能夠說葉倫不受歡迎 但是你一個中國不能一邊吞下毒藥 一邊呢還要強言歡笑 跟你在那邊你好我好 這樣不是也很吊詭嗎 好剛剛提到這個原料的部分 真的有辦法沒有中國嗎 美國真的OK嗎 真的事實如此嗎 首先我們先看到這個呢 葉倫呢訪問北京也是在中國進這個 所謂的一些工業啊以及企業科技原料 非常重要出口後的首一次 現在呢這個美國沒有這些東西 沒有這些庫存的話也成了他們的當務之急 在中國呢限制這些金屬出口的狀況之下 美國在某些金屬上面現在其實是比中國大陸還要在召集的 也就是說呢他們是比大陸自己本身呢 還要急需這些東西的 所以呢葉倫也可能很希望可以跟中國在這些問題上來進行相關溝通 但是至於能不能真的達成的話也不是美國說了算 因為呢也是要看大陸的態度是如何的 至於呢我們看到了現在美國的 國防部的這個發言人也提到了 現在美國呢是缺乏這些相關的一些設備的 以及呢儲備的一些相關的東西 現在呢美國正在利用國防的生產法相關條例的授權 增加這些所需的關鍵材料的開採還有加工 就包含了剛剛提到這兩個原料 但是呢現在呢中國也宣布了要出口管制 現在外美也開始在炒作這些擔憂 這些擔心沒有用到怎麼辦 我們的企業會出問題 我們生產會出問題 有沒有可能呢 現在這個美中將會對於原料這個東西 來進行進一步的一些紛爭或者是說拉扯呢 尤其呢看到西方呢現在呢 是斥支了要250億美元才能在這個稀土的供應上 跟中國來匹敵這麼多的錢 尤其我們看到現在中國的這個產量 稀土產量是佔了全球的產量的90% 真的能夠沒有中國嗎 好至於呢在其他國家的部分 挪威呢也是率先開放了這個深海的採礦 中美為了爭奪關鍵金屬呢 難道也要決戰海底嗎 好再次強調現在美中 有沒有可能為了前面這些東西 原料的這種急需的東西來進行紛爭呢 我們先問一下 介大使你怎麼看 今天葉倫已經準備要離開 那今天要見到的是何立峰嗎 其實以葉倫到大陸見到了 大陸的官員的層級來講 可以說層級相當的高 就是主要的這個財經的決策官員 他都見了 連他的老朋友就是 這個習大大的好友 這個劉鶴他都見了 劉鶴已經是沒有職位的人 都出來見他 可見大陸是非常重視 我也認為就是說 雙方如果在某些關鍵的問題 大家所關切的基本問題上 各有一些讓步的話 這個葉倫是可以帶一些禮物回去的 不必對外宣布 可是就是說可以對 就是說葉倫想要的禮物 應該可以帶的回去 葉倫想要的不是這些什麼 大陸對美國企業公平競爭 不公平競爭 補補貼中國的企業的問題 葉倫現在的燃眉之急 就是說他在今年可能要發一兆的美債 那這一兆的美債 基本上如果都讓美國的 美國的金融跟機構跟老百姓買的話 那麼就會造成美國的資金 就是說銀行可以出來做融資的資金 就少了一兆美元 對現在已經非常困難的中小企業 美國中小企業來講是非常不利的 也就是說你借錢比較難借的 因為你現在債如果說是一年或兩年債的話 有時候可以拿到4% 甚至高於4%的利息的話 銀行就是說我幹嘛去冒風險 帶給那些中小企業 我就買美債好了 我就4%或4.5%的 我就對我來講我就穩 我對我的股東就可以交代 所以就是說當然葉倫是希望 這一筆美債基本上 他要發行美債好 最好外資買多一點 因為事實上過去美國的美債 大概都是4成 3到4成是給外資去買 6到7成都是美國自己的這些銀行 甚至美國老百姓去買的 因為它是一個長期穩定的一個 債性也很好的一個債券 不過現在的美國狀況的話 他基本上我想考量 就是不希望用美國人的資金來買美債 他希望多一點外國資金 這個多一點外國資金 美國以前都是找人幫忙的 他以美國財政部長一夜輪 打幾個電話基本上就可以解決了 過去是誰哪些外國機構捧場 沙特 沙特現在會買美國的債嗎 沙特還敢買嗎 還願意買嗎 對不對 沙特沒有辦法了 第二個 日本 日本過去也在賣美債 因為日本本身的財務狀況不好 還有一個國家加拿大 加拿大買 你能買得到上千億美金嗎 加拿大有那麼大的財力嗎 200億 頂多了 80億 100億 杯水車薪 荷蘭過去也是買美債的 因為我看過紀錄 大概就這幾個國家 美國人財政部長打個電話 對方的中央銀行就買了 那河南能買多少 另外還有一個英國 英國現在自己狀況 這是說尼菩薩過江 所以美國的朋友 基本上口袋都不多 那只有只剩下誰了 中國大陸 你如果能夠認購1000億的話 或者說500億的話 對不對 其實就某種程度上來講 美債現在的利息是不錯的 可是問題就是你整體情勢的問題 中國大陸是有談判的空間的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雖然我覺得中國大陸 給葉倫已經足夠的高規格接待了 所以我也不會太悲觀 可是問題就是雙方 可能閉門談起來的協議 可能沒有辦法對外宣佈 那麼不過雙方都必須要考慮 葉倫如果出去以後 如果雙方弄得滿難看的話 那麼雙方的股市都會大跌 好 那盧主任你怎麼看 這個中美關係 真的會迎來所謂的彩虹嗎 是 我認為 這一次如果我們從葉倫的 訪中的相關行程 我非常同意剛才 介大使的一個看法 我覺得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 這個劉鶴 實際上他們今年的1月份 還在日內見過面 當時其實雙方就提出來 就是葉倫訪問中國的 接受邀請等等的一些安排 後來因為氣球事件 所以才受到延宕 所以換句話說 從葉倫的角度來看 站在他的位置上 他認為美中之間 確實如他所說 脫鉤對大家基本上是沒有好處的 然後如果用零和的角度來看 也是沒有好處的 這個也呼應了李強的講法 就是有關於彩虹的這個說法 我覺得在接下來的幾個月當中 因為布林肯訪問中國之後 我們看到了美中之間的資深官員 高層官員的互訪 可能在接下來幾個月 會越來越密切 從這個角度來看 形勢上面 美中之間恢復一定的熱度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預期的 不過我覺得這裡面 還會涉及到就是雙方 所謂的Deliverables 就是說哪一些地方是可以實現 雙方還是可以繼續來朝向 更和緩的方式來邁進 我覺得這個部分還有待觀察 確實如剛才介達史所提的 雙方有達成一些協議 但是我覺得其實 這一次整個的氛圍裡面 我們看到的是 中方也在學習美方的一些做法 怎麼說 就是說 因為美國強調 該競爭的時候競爭 該合作的地方合作 我們看到了中方宣布一些制裁等等 其實也是在跟美國之間 在做該競爭的地方競爭 然後該合作的地方 是不是真的能夠合作 我覺得後面是值得 我們進一步來觀察 至於稀土的部分 我覺得這一次包括家 包括者 這兩個主要的稀有的礦物 當然對美國來說 是相當相當重要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對葉倫來講 這一次的訪問 恐怕這個稀土 也不是他的一個 主要執掌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看到是美國方面 其他部門還有媒體 有一些比較大的報導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就是 好像也不影響這個葉倫 不管是跟劉鶴敘舊 或者是跟何立峰去進行一些討論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值得我們後面 再繼續來做觀察的 好 韓兵哥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還滿有趣的 也就是這個彩虹誰先提出來 其實是美國駐華大使 博恩斯先提出來的 那時候葉倫一下飛機的時候 他就拍一個彩虹出來 然後現在李強又特別強調說 反正 更多彩虹 對 風雨過後 我覺得李強是故意去 應賀這個 博恩斯的一個說法 如果從這一點看來 也許他們私底下 真的有某一些 雙方互相讓步的一些東西 但葉倫現在麻煩是麻煩在哪裡 就是他不能夠展現 自己對中方軟弱 因為還有拜登的選舉 要在這個地方 因為美國國內 瀰漫的是抗中的情緒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即使他私底下 跟大陸談成某一些協議 他恐怕也不能明講 他也不能出來講說 我們已經 我們對大陸做哪一些讓步 大陸對我們做哪一些讓步 所以我們現在關係比較好 他如果這樣講出來 馬上就可能就說 你賣美賊 出賣美國 然後把美國的某一些利益賣掉 那就如同剛剛大使說的 其實加折這些東西 根本不甘葉倫的事 他也不在乎 他的首要任務就是 希望大陸能夠買美債 只是他希望買的 恐怕不是大使所做500 1000億 甚至是2000億 3000億 多多益善 但是問題是 中國大陸能不能買單 那葉倫這樣做有個好處就是 因為中國大陸他去買美債 這個他不希望宣布的 因為他只要慢慢… 我累積了慢慢這樣買就可以 這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 所以他是有可能滿足 葉倫的一些需求 但是問題是 你要求中國大陸這樣做 你必須要付出一些代價 給中國大陸 付出的代價到底是什麼 是不是某一些對中國大陸的制裁 或是某一些對中國大陸的一些 前置的行動放緩 那葉倫會不會在玩一種 兩面手法就是出來對外面講 因為他說 他在講說那個 我們跟中國大陸脫鉤隊 是在建美國在中國大陸的商會 的時候講的 所以會不會那個話 根本是講給美國人聽的 可是私底下他已經跟中國大陸 達成某一些協議 也就是做一種兩面性的手法 我覺得這個是未來值得我們觀察的 一個方向 好 那先進一段廣告 我們稍後馬上回來